高雄市的消防隊那時候 找到一個小弟弟 然後已經幫他脫困了一個小時以上 都沒辦法成功脫困 所以說他是希望說有一個醫療人員 進去裡面幫他看看說 這個小弟弟有沒有需要做解枝的評估這樣子 這麼小的弟弟然後旁邊又有親人被壓住 所以我想說我一定要進去裡面看一下才可以 他壓住他手的大石頭 跟他的手之間其實隔了一個像毛巾之類的東西 其實那時候我就想說這個毛巾 可以當作一個緩衝 所以說搞不好他的壓的那個力道跟壓力 其實並沒有那麼強 所以搞不好這個手還是有機會的 所以後來我就跟消防局人員做過討論之後 我們就是一起在那邊就是幫這個弟弟 就是做脫困 進去的路程其實 他那個真的是沒有爬過 真的是沒有辦法就是去做形容 就是說他其實有很多懸崖壁那種感覺 然後這一側懸崖要到另外一側的話 其實要透過比如說像一些坍塌的大石頭 或者是一些倒塌的那些鋼門 就是做一個支撐點讓你可以跳過去 然後到裡面之後又要用爬的前進 因為有一些地方其實他有很多的 就是很狹窄的點 就是所以說你只能用爬進去 他是半蹲然後半蹲在一個鋼梁上面 然後左手的前臂被一塊大石頭壓倒 然後其實這個場景其實我覺得 就算一個正常的蹲在那邊 其實都會是受不了 因為你看那個弟弟 因為他上面還有就是有倒塌的那個天花板 就是會給他一些壓迫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整個站直 他是只能就是半蹲著 所以說我覺得任何的成年男性 如果蹲這麼久其實都會受不了 所以說我是覺得這個弟弟其實 他的求生一點很強 就是他已經蹲坐這麼久 但是他還是沒有放棄自己 所以說我是覺得這個話 就是更要給他一個機會這樣子 旁邊就有一個 親人在旁邊已經沒有了的氣息 然後現在如果說 從這麼小就少了一隻手的話 就像一個哲義的天使一樣 其實以後的人生會走得很困難 我正好也有一個像這麼大的小孩子 我是覺得如果是我的小孩子這樣的話 我一定會衝進去救他 我到達現場的時候是八點左右 那時候我想說來得已經是很早 只是到了當下到了當場的時候才看到 就是說有這麼多的國軍弟兄已經在那邊幫忙 就是令我非常感動 我是很驚訝說就是動員的會這麼快 這麼多人就是在這麼快的時間 就是來為這些災民來做最迅速的救援 這是令我就是真的非常地驚訝也非常地敬佩 然後當時現場的話其實風很大 氣味也很冷 然後這些弟兄其實就是都還是把救災列為第一個首要的那個考量 所以說我真的覺得這些弟兄 其實在場所有的搜救人員包括國軍弟兄其實都很偉大 這是令人敬佩的 聽說因為有味道讓他們比較順利能夠救災 對 然後有盡我們一點點的心力 我們在家的也是很想盡自己一點點的力量啊 可是很難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救災 然後因為那邊物資我們也不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剛好國軍官兵需要這個白花油跟綠油精 那我們就趕快 剛好有可以讓我們盡一點點力量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送過去 真的是辛苦那些國軍官兵 因為每次有天災的時候 都是由國軍官兵優先出來救災 然後還要犧牲自己的時間 犧牲自己的家庭 因為大家都要犧牲跟家裡團聚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他們家裡自己有事 他都不能回去 能夠順利的讓國軍弟兄官兵 他們大家那邊順利能夠救災 然後讓大家舒服一點 就盡自己很微婆的一點點力量 謝謝 謝謝軍方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今天舞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